42等級以上的寶可夢訓練家可以規劃新路線囉 點選右下方寶可夢圖示 點選最右邊的路線 規劃新的路線 點選寶可夢補給站來設定起點 再點選寶可夢補給站來設定終點 確定後按下Yes 就可以親自請走規劃路線囉 這時候就可以看到行走的軌跡出現在地圖畫面中 最少要行走0.5公里喔 到達終點之後 結束紀錄就可以開始為路線命名囉 我們可以設定倒著走 還有顯示玩家名稱 更可以寫下內容以及Hotek標籤喔 出發吧 寶可夢大師 趕快創建屬於你的大師路線吧 趕快創建屬於你 我們明天會算是位置 大師路線 或者負責設計程度 一致柴helm 河很軟 明天會保護 印象相機 印象的 金 有 以 瓦 開 by bwd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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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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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